鲁链当头我是鲁鲁 这个歌叫我是秋吉 今天的卡布基诺 我们要聊一聊补习 就是学生应不应该补习 我 你支持学生应该补习吗 没有 其实我是想问 你到底有没有补习过 我当然有补习 我今年22岁 我从5岁就开始补习 一路补到我17岁 好可怜啊 你总共补了12年 对啊 我基本上我的童年就是补习 我觉得补习跟我心情 就是息息相依的 我以前也有补习过 就从小的时候 真的很小的时候 可能一年级的时候 就开始补习 一直补到 from 5 就是从7岁开始 那你也没有少过几年 少过两年吧 对啊 我就觉得其实 你问我应不应该补习 学生应不应该补习 我觉得还是因根而异的 因为有一些 有一些科目 可能就是你无法 就是自己学习的 可能你就要去补习啊 或者是你真的很差 那你就要去补习啊 但是你给我选的话 我就宁可不要补习 在家里睡吧 好吧 那我们这个 学生应不应该补习呢 我们应该很难说了算 我们还是由老师来说 专业的角度来说会比较好 那我们的线上的最嘉宾就请到了 呃 这个 宁宁宁老师 那他也是一位中学老师 呃 宁宁宁老师你好 余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 啊 你好 余老师早上好 啊 早上好 好 那余老师啊 我问你 你本身是一位补习老师吗 呃 不是 我是学校老师 学校补导老师 哦 学校补导老师 那你教过的学生当中呢 校外补习的多吗 呃 算是多 现在越来越多 嗯 现在还有人不补习吗 其实 呃 比较少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如果是 呃 母亲在家亲自教的话 有些是没有补习 但是少之又少 嗯 但是你所说的这个母亲 如果在自己在家教的话 是不是就是说 这个母亲的这个 呃 本身的教育程度也是挺高的 所以她才有能力在家 在家里自己教 嗯 是的 呃 但是不是每一位呃 家长她的这个教育程度都这么高 而且现在都是双亲家庭 应该都没有时间雇孩子了吧 呃 对 如果是双亲的话就 呃 普遍上他们都会有去安清班 安清班里面有包括了 自己做功课的时间 然后也包括了补习的时间 所以那个时间一连串的 下来是有时是三四个小时 嗯 好 呃 那呃 呃 不过呢 以你所看 以你成 以你老师所看 这些有补习的人 有补习的学生的成绩 是不是相对于的比这些没有补习的学生 他的成绩来得好 余老师 余老师 哦 我想我们应该断线了吧 好 那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稍等一下再跟呃 这位余老师连线 呃 我们确实是挺好奇的 就是说这个 学生呢 学生呢 是不是 就是没有补习的话 是不是比这些没有补习来得好呢 像是以前我读书的时期的时候呢 就是有呃 这位我们的我的同学 因为我是稍微比较前面班的 那我们其实大多数人差不多班上 应该有九十八仙的人都有去补习 那只有那少数的 非常少数的十八仙就没有去补习了吧 那这个没有去补习的呢 一般可能是家庭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钱 那另外一 part呢 可能就是说 可能是这个呃 学生呢 自己本身的能力就是不错 可以cash up的 像是我班上我记得我全级第一名 他是没有补习的 我班上的全级第一名是没有补习的 然后就觉得说 但是我就觉得哇 好强啊 班上全级第一名 没有补习还可以全级第一名 我这个他他他有没有在呃 就是他上课的时候有在听课吗 有非常的认真 他是因为非常非常认真的学生 就是呃 你可以看到他的课本 满满的都是笔记 然后还有意思 像是如果是呃 其他外语课的话呢 他的书满满的都是笔记 可是我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他是全级第一 也是全级第一 他去他上课的时候 他是不看书 完全没有看书 而且他是在跟隔壁的朋友在玩 然后他他有去补习 但是他在补习里 纯粹也是混的过去 就是你去那我也去啊 他也没有在听 他也没有在做 但是他是全级第一 学霸行吧这个 这个是学霸 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觉得他超强的 这个叫学霸 这是我们所说的学霸 他帅吗 呃 不错诶 现在现在赚 赚得蛮蛮不错的 就是一个月薪 大概六七千美金 哦那他应该就是天子聪明吧 他父母应该是 我我个人看法啦 这个孩子聪不聪明 其实取决于 对取决于父母的 如果你父母是挺聪明的话 你的孩子应该笨不到哪里去 所以以前 以前啊我记得我妈如果说 你怎么那么笨 这么简单的题目 你都不会做 然后我就默默说 还不是因为你 就是我很相信这个东西 因为啊我有一些朋友 其实他们都是呃 蛮聪明的 就是可能就是精英班啊 那里出来的 然后他们家里的那些兄弟姐妹 或者是他们的父母亲 都是老师 其实老师的孩子通常都会在精英班 而且都是特聪明的 嗯嗯 然后他们也会啊 就是他们 他们整个家族来说 整一个整个家庭来说 他们都是比较属于呃 聪明心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在精英班那里混的学生 所以我觉得精英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嗯 因为如果你的那个家庭 你整 你没有可能就是突然间有一个特聪明 然后一个特奔 对 通常很少机会会出现这样 哎 我家 我家就是这个情况 哈哈哈哈 你家不一样啊 你家应该是你妈逼 你别人太厉害了吧 啊 不会耶 我觉得 我应该是天资冲颖心的 因为我上课不听课 我不是一个不听课 然后我也不做功课 然后我就 我我觉得是呃 我没有兴趣的科目的话 我都是我都是不太会听课的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 一般也是逼 确实是逼 因为我我妈妈她确实是满足中教育的 可是呢 这个你的学生 我觉得是根基要打得稳 你根基打得稳的话 你成绩基本上不会差到哪里去 你只要根基做得稳的话 你可以一路顺遂到中学 大学都不是问题 好 那我们在线上呢 又联系到了我们的余老师 嘿余老师你好 你好 好 那我们刚刚就谈到嘛 就是你的学生当中 确实有比较多的 是属于是有补习的 那有少数数没有补习的 那这些有补习的学生 成绩是不是相对于的 比那些没有补习的学生来得更好呢 基本上的理想是这样子 但是我所认识的有一些 并不见得如此 因为其实补习 那个主要是在补习学生的心态上 他怎样去看待补习 这件事情 因为有一些学生就是 他自认有补习 所以他在政课里 他没有认真去听 他脑袋里面一直想说 我不懂得等下我就可以问补习老师 所以他就失去了 那个聆听听懂的那个机会 但是他去到补习老师 补习中心那边 也不见得补习老师会 真的解释清楚 因为基本上这个学生 他的心态就影响了他的态度 就是他在课堂上 他没有认真去听 所以他在补习上 他也可能习惯了那个方法 没有认真去听懂老师教的东西 所以这些学生 他这样子的心态 他补得多 不见得他一定进步 这是我们发现的一个问题 这个我倒是有点承认 因为我以前好像就是这种学生 就是我觉得说 外面的反正都补习了 学校课堂上 应该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好好听的 反正过后就可以去问补习老师 可是补习老师也是学校老师 那这个补习老师 一个学校老师 他们在学校教课 和他们在补习教课 会有所不同吗 是会有不同 因为当你提到说 自己本身那一班教那一课的老师 他同时也是补习老师的话 我们不否认说 会有一些老师 他叫什么 他长起一些重点 就是希望学生 在课堂上 他就随便的教 然后如果你们要深入了解 你们可以来我补习中心 我在深入的教 我们不否认会有这些老师 但是同时候 其实也有一些很尽责的老师 因为我曾经见过 很尽责 他在班上 他教的就是100% 他所知道的东西 然后同时他也是补习老师 他的补习方式就是 班上有哪一个学生不会 他叫他过去补习的时候 他是针对性 这个学生他在这个部分 他不断明白 他就针对性 这个部分再加多解释 如果是遇到这种老师 他同时遇到好的 心态的学生 这种学习的方法 就事半功倍 就是这种学生 长大过后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成就是比较高 而且是比较正向的 确实 可是这个上课时间够吗 因为一堂课35分钟 30到35分钟嘛 对不对 然后可是补习的这个时间 是两个小时 那你30到35分钟的这个时间 足够 就是如果你没有额外补习的话 足够因为学生去应付考试吗 其实是足够的 问题是现在的老师 他的工作量越来越繁琐 那个Syllabus要去Cover的话 也蛮多 技能也多 所以相对的话 老师在班上 其实他要教得蛮快 如果是不快的话 要配合学生的速度的话 可能他会教慢一些 教少一些 但是到年尾 我们一定要把全部书教完 这个时候 补习就有它的作用 但是如果这个补习 只是班上的某一部分的学生 就是相等于另外一部分 没有补习的学生 他就没有学到 所以这个其实是蛮 有些不公平啦 因为有些是家庭比较好啊 他就可以 就可以重新多一次 有些家庭不是很好的 他就没有那个机会啊 是 就是没有那个机会嘛 不是听得很清楚 麻烦老师可以靠近话筒一些吗 是要从哪一段说起 没关系 就是这个相对家境比较穷的 可能就是比较没有那个机会嘛 对 可是呢 就是因为 因为其实我在想 有一个可能性 为什么学生要去补习 因为就算你成绩再怎么优越的好 家长都坚持孩子一定要去补习 而这个补习如果不补的话 孩子可能成绩就跌了 是 这个是大部分家长担心的事情 因为如果别家孩子有补 我家孩子没补的话 会不会担心说 别家孩子知道的比较多 我孩子知道比较少 然后可能考试达不出啊 可能会有这些担心 这是正常的 可是是不是因为他们就是 因为他们不认识学校的老师嘛 然后他们就不相信这个实质 但是你补习老师是自己选的 所以他就可以去认识这个老师 然后从而他也比较相信补习老师 所以坚持孩子一定要去补习呢 一些会有一些 其实有些家长他会比较主动的来认识 学校的老师 关系也不错之下 他们会去打听说这个老师 有没有教补习 教的怎样 这个是老师外外面额外的补习 但我们其实校方有一些学校 我们在一点半放学过后 我们有在留学生 比如说两点留到三点半 或者是留到四点的那种 校内补习 在谈到这个校内补习的时候 他相对的比外面的私人补习的那个收费比较便宜 然后学生可以学的就是可能早上 登课里面老师来不及教的 在下课的下午的那个额外补习 校内额外补习可以补足 这个就是我们老师可以善用的时间 但是很多的所谓的善用 跟他的成效 还是取决于学生 怎样去看待补习 因为基本上我问的学生 大部分人如果可以的话 都不要补习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们都不想要补习呢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还没有找到学习的乐趣 他们也不知道补习其实是为了什么 这种补习其实是校长安排的 他们不能拒绝 包括外面私人补习 父母安排的 他们也拒绝不来 所以他们其实学生是蛮受苦的 有一些 他们是正在做着大人要他做的东西 大人们要他们做的东西 其实是为他们好 大人的角度来说 是为他们好 但是他们没有多加解释 为什么会是为这些补习的学生好 所以我是为你好一句就带过了 他没有去解释 为什么需要补习 为什么需要学这么多 所以学生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他们不会很愿意去投入 参加这个校内或者校外的额外补习 所以既然他们不投入的话 他们的成效是不高的 确实 看起来是很被动的在学习 对 这点我是可以认同的 因为你现在补习的话 其实如果的环境是好的话 就是大家相处得非常愉快 然后让可以学生暂时 因为上课已经很累了 你上课很累 然后你过后还要去补习的话 你确实会带着一种怨恨的心情 不晓得你以前有这样子的怨恨的心情 就是你会带着怨恨的心情去说 为什么我上完课以后 过后我还要去补习 真的好累 而且我发现很多学生在补习的时候 都会睡着 因为确实他们太累了 他们累到他们 没有一刻是停下来休息 给自己休息的 身体跟精神上的休息是没有的 都在赶时间 有些赶到三点半 回家还有另外一趟的 额外的补习 所以有时候我听到 现代这个学生 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我觉得蛮心痛的 确实 但是如果他们不补习的话 他们会不会又荒废那个时间呢 不知道学习的重点的学生 可能会荒废 因为他觉得 我早上很辛苦啊 我在学校服得很辛苦 我下午如果没有额外时间的话 那个时间是我的 我就可以变成另外一个极端 荒废去玩乐 那种是没有学习的玩乐 他们会是两个极端 就是在学校很苦 在外面就很欢乐 但是如果对于知道为什么要补习 他认同补习 对他有帮助 他也可以从中学习到的这些 这些比较正向学习的学生 他们在额外 没有补习的时间 其实他们也可以善用的 可是这些 是那可是这些学生呢 因为他们补习嘛 我能说补习 他算是一个从小就开始培养的一个习惯 那这些学生呢 他就算再怎么说 补习很苦 很辛苦 很累 但是不补习一下子又失去了那个安全感 嗯 怕输啊 啊对 怕输 就是会觉得说 如果我不补习的话 那我成绩就会跌 然后我成绩 我成绩可能就考不好 等等之类的 会不会 家长也在同时灌输着孩子这个 这个思想呢 嗯嗯 他怕输是因为他 他可能觉得 学习的重点是在 老师跟补习身上 嗯 他其实学习的重点是在 学习的那个人的身上 如果他在 在政客 他的学习态度是正确的 他都 老师教的 他都吸收的 很大部分 比如说90% 他都吸收得到 他都了解 但其实这一类学生是不需要补习的 因为 现在有些补习是重复 或者是额外的一点点的 功课 其实有些补习也是 只是给功课 嗯 除非有另外一些是 针对性的 你哪一个部分 不会我再说明白 啊 那个那种又不同 但是这些 有能力学习的学生 他90%的 课堂的课 已经可以掌握了 可以掌握了 他基本上是不用去补习的 因为他自律 嗯 知道为什么要学习 这些是我们可以很放心的 嗯 当时变成父母不放心 父母担心 他学少了 所以就父母又在 把他送去补习班上了 不过其实上课和补习 应该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吧 只是可能 呃 稍稍的 你所说 你所说的嘛 就是在课堂上 可能稍稍老师教了 稍微快一些 然后可能有些学生 他没有办法顾及到 嗯 对 所以 有些学生 他们pick up不到 所以他们才会 呃 可能就是 呃 学不到啊 也不理解 而且学生 很多时候 如果不自力的话 确实也 也没有那个求知欲 然后也不会想要 呃 自己去 自己去 呃 挖掘那个 真 真真真相吧 就是哦 反正我不理解 那就算了 哦 对对 而且 而且很多学生 就学习来 呃 应用在考试上的 呃 我不大理解 这个小部分 不要紧了 可能考试没有出 所以他就 不在意了 嗯 他把重点 放在不对的地方 所以就会 引伸到他有 呃 不对的看法 就是有点 有点偏差的看法 所以就会延伸到 现在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 是不是一个 教育的问题的 就是呃 教育也不太着重 就是呃 理解知识的重要性 而是 大家读书 都是为了应付考试 是 大家都是背来的 那个 那个知识 大部分都是背来的 所以现在 教育部 他们说 有那个 就是 就是高 高级思维的 那个 那个模式 去让学生 呃 理解这个题目 然后去 用高思维的 就是用application的 那个方法 去回答问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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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就 有点 有点 呃 什么眼高手低的 那个 因为他还在 进行阶段 对 啊 所以这个也是 这一两年才 开始有的 这个东西 但是考试 又来变成 要应付这个东西啊 啊 要应付 哦 这次才会出到 挺难的问题啊 要怎样去回应啊 所以老师的学校很忙 补习老师 也很忙 都在忙着 怎样去把答案找出来 而忘记了 其实是要 呃 呃 栽培那些学生 去思考 用思考的方法 把答案讲出来 是不是因为 嗯 是不是因为教学生 口诀 其实相对于 比教学生 思考来的更简单 对对对 呃 把目标放错了 就是把目标 也不是大家了 大部分人 把目标放在 写上对的答案 而没有把目标 放在 呃 过程中 怎样把那个答案 思考 用正确的思维 把那个答案 思考出来 呃 呃 中间那个过程 他忽略了 他直接要去到 目标 呃 那一个 那个才会让我们的 这个教育 变成这么难 呃 不过也是相对 因为是这样嘛 就是补习班 补习班 因为你是 呃 要收费制的 那你收费制 自然你要看到成效 你看到成效了 以后呢 你要看到成效 最快的方法 就是直接 把你带入目的地 是 那 相对 所以现在 为什么马来西亚的人 又来 马来西亚的学生 越来越不会思考 长大以后 他们越来越不会思考 然后也 人于亦云 一般也是因为 从小的教育 所开始的吧 对 对 我觉得 你说的非常的对 嗯 就是教育的 这个方向 嗯 那这个教育的方向 应该要从何改启呢 以你看来 这个要从何改启 我们要从那个 知道这个 我们马来文叫 达萨 嗯 知道这个达萨的人 他非常要清楚 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往 高思维方向的这个 他的 他的目标 跟他的理念 终止是什么 必须要理得非常清楚 然后才可以 一步一步 到这小学程度 中学程度 慢慢一步一步来 而不是 哦 谁又上任了 等下又要怎样了 要很快的立刻改啊 谁要取消就取消的 不是用那种方法 因为教育哦 其实真的是 百年数人的一个教育 我们不能 不能说 我觉得这个有效 我就改 不是这样子的 它是慢慢 兼进式的 变成 如果教育 从这一方面 从 从那个 原则 打上那边 入手的话 接下来 我们一代一代的 慢慢跟着过去 嗯 它可能真的不是 一两代可以看到的东西 但是它确实是 要用这个方法 我们才可以把整个 这个教育的 这个 嗯 那个物点 扭转过来 转到去 正确的方法上 嗯 是 好 那呃 我也是这样觉得 因为 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的是 政策一直在改 像是 呃 可能从 英文改去 马来文 然后再从 然后马来文 如果 呃 好像大家 又cash up不到的话 好 那我又转去英文 嗯 所以 一直换来换去 而且老师 也不知道 怎么去教 因为一下子改 他也教不到 是 因为老师在 在根据这个方式 要教的之前 老师们必须要去上课 要去 有一个 in-house training 哦 要 要 呃 培训 怎样教 怎样去符合 这些 一直在改变的理念 去教 所以我们现在 年年都在上课 我们年年都在 怕老师去上课 嗯 那老师在上课 这个课程当中呢 有没有好像 教学生 怎么去 真正的怎么去教 一位学生 呃 教课呢 而不是好像 就是呃 大家背口诀啊 一直一直 一直去教学生 背口诀 而是教课的学生 怎么去塑造思考呢 有没有这种上心理的课 这些课 嗯 我倒没有听过 我不晓得里面当中 有没有可能一两个环节 是这样子的 嗯 那你说到背口诀 跟这个 怎样去思考 哦 很大部分的思考 他又必须要有 某一个层次的认知 对 那个认知咯 就是要教你又不懂 所以你必须要用背的方法 去背道 然后才可以解释 然后才可以 有那个分辨能力的 这是一个想法 这是一种说法 嗯 那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其实我可以先解释 解释了 让学生知道 哦 原来我要知道这个 他知道了整个原理 整个concept 概念了过后 他才去背那个东西 反而这个方法是 学生知道自己 为什么要背 知道自己在背什么 这个方法比较 可以让学生背的顺畅 然后以后再背 背完了 要他所知道的东西 有这些概念了过后 他再去应用 这个方法 其实是比较有效的 嗯 确实 而且背东西可以练记忆力 对 因为因为你 因为我们在背 惩罚表嘛 我们也要解释 刚刚学生会 就是为什么你要背 他的原理是什么 主啊 歌啊 之类的 解释了 学生明白了 他就会背的 知道他在背什么 这个知道 很重要 嗯 但是我发现很多老师 都没有像余老师 你这么有信 这么有耐心 就是他们都会说 就是今天的功课 就是大家背 惩罚表 然后明天大家出来 就是一个一个 念惩罚表 就是这样 也没有时间去解释 也没有 也没有特别对学生 解释一些什么 其实老师们是有解释 可能他解释的 学生 因为这个惩罚表 一二年级就开始学了 所以不见得 一二年级的学生 他可以明白 那个概念 所以老师解释了 学生可能还不明白 可能某一些学生 他要解释三四次 他要听懂了 他要听了三四次的解释 他才听得懂 他才知道为什么要背 但是现在我们在追赶着这个课程 我们老师们 没有这样子的时间 去慢慢解释 慢慢解释又解释 是不是因为整个班太大了呢 就是这个大班 自己影响学生的这个 这个吸收能力 因为你太大班了嘛 那老师也没有办法 对学生有特别的关注 是 太大班 因为有些是 是说五十 虽然说 maximum说五十个人一班 但是这五十个人 他各个程度都不一样 对啊 他跟小班又不一样 小班就比较好教 程度也是不一样 但是因为人比较少 比较可以专注的 对待各个学生 嗯 那 所以 这老师是很辛苦的 我可以 我可以感觉得到 老师确实是挺辛苦的 一一对 一对五十耶 对 然后 我我 我从这班出来了过后 我要去另外一班 教另外一科 我的脑袋要转去另外一科 另外一科 又有可能另外一个 不同的教学方法 嗯 我真的辛苦就是这样子 嗯 确实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就 我又在想啊 嗯 是不是因为 你太大班值了 然后学生 因为有些学生 他们是羞怯的 他们是害羞的 他们不敢举起手提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 可能就是这样子 就被错过了 就是 呃 也不理解 也不明白 也不敢提手过问题 呃 所以他们对这个科目 就不理解 所以他们 过后呢 就去补习 那大家也看到补习 就好像 哎 补习好像好有效哦 就是 确实补习过后 我的孩子成绩就提升了 所以 一来一多了 就是鼓励去补习 嗯 对 因为补习是小班值 小班值的 如果老师教的好的话 人少嘛 可能人少的时候 那个比较害羞的小孩子 他可能 比较敢开口 啊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照顾到他 嗯 其实补习也是有好处 最重要的就是 学生本身 他是不知道自己 有需要补习 有一些 其实他 他知道自己 不用补习的 他可以自己 照顾自己的 那些其实不用 有一些啊 比如说 嗯 听一 在课堂上 听一遍不懂 他可能需要 在补习老师 那边听 两三遍 才听得懂的 这些学生 需要补习 但是他的心态 终归是必须要摆证 嗯 不会因为说 有补习 所以证课里面 不用听 并不可以这样子 嗯 所以 因为学生他到底要不要补习 是不是他从小 他的这个父母关书 这个理念 必须要正确 是 是 你就是 如果是小孩子 他们知道 补习的重要 他们会应用的到 一直到他慢慢长大了 他就知道 嗯 现在差不多了 我可以靠自己了 这样他就可以 提出我 说啊 我今年可以不要补吗 试试看 如果他不补 但是他成绩可以保持 他的那个阅读 或者是学习的乐趣 也可以保持的话 那就是更好的 就是证明他可以 自己照顾自己了 嗯 不过那个学生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相信 因为现在的学生 应该 呃 我怎么说呢 这个可能年纪太小吧 有自律的 有自律的人 有自律的学生 应该也不多 嗯 对 对吧 好 那跟家家有关系 有些家长 真的是教得很好 那学生真的是自律 嗯 是 好 那今天呢 就谢谢于老师呢 就是跟我们分享 就是 我确实我从于老师 这个角度看来的话 哪一种学生 应该去补习 哪一种学生 就是 哦 我可以停止去补习了 然后可能可以把那个钱 省下来 留住了以后的 备用 备用教育基金 因为补习确实是一个 非常大的投资 对对 而且是一个长期投资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那个学生 他觉得他可以了 过后 他自己先来一个group study 嗯 就是帮助班上的一些 可能家境不是很好 没有机会补习的学生 他自己去做一个小老师 去陪他们一起读书 那个也是更加难难可贵的学生来的 他会有那种主动要去 协助别人的心态 那是很好的 嗯 那个 我很少听到这种 这种案例 我真的很少听到 因为现在大家竞争力都很强 那竞争力很强呢 就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就塑造一个学生 就是说 哦 我知道就好 我不要去帮助别人 这样我考试才可以达高分 我才可以 就是挤进去 前十名 这样的一个心态 这好像是我曾经听过的 啊 考试了 你读书了吗 哎呦 我还没读咧 这样子 啊 就是其实自己明明读了嘛 啊 对 就是把别人读多过他 啊 所以从小就养成这种说谎的 说谎的坏习惯 嗯 嗯 嗯 其实是担心啦 啊 什么 他们其实是担心 担心别人 分数高过他 读多过他 啊 这个的话 确实 所以为什么现在就是 废除了这个UPS啊 就是要 要不要不要有这种现象 要减少这种现象发生 你同意这一点吗 对啊 对啊 嗯 好 好的 其实就是谢谢余老师的分享 呃 非常谢谢你 就是至少让我们家 让这些家长呢 有个概念 我什么时候要让小孩去补习 什么时候 诶 可能我应该给我小孩一些 空余的时间啦 去做他们应该去做的事情 还他们一个他们该有的童真 对对 也给他们一段时间 给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时间 这是一个学习 如果家长有让学 孩子自己本身有一段时间 自己管理自己的时间 那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就是慢慢慢慢的 他就会自我管理了 这样以后我们就不用操心 这个孩子到底是依赖别人的 还是怎样的 我们家长就可以放心了 嗯 好 嗯 也是就是 诶 因为 教育的孩子 不单只是看他的成绩 当然也是有很多 就是你从小要知道他怎么去做人 包括做人啊 道德啊 自律啊 然后自我控制啊 自我 自我 自我约束 是啊 嗯 好 好 那今天谢谢余老师 谢谢余老师的分享 嗯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